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 看呐,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了,以致不能拯救 他的耳朵不是不灵,不能听见 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颜面不顾你们,不听你们的祷告 因为你们的手沾满了血 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 你们的嘴唇说虚晃的话 你们的舌头降出凶言 没有人按公义求告 没有人凭诚实争辩 他们都依靠虚无,说虚晃的话 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 他们所孵化的是毒蛇的蛋 他们所结的是蜘蛛的网 吃了他们的蛋就一定死 蛋破了就孵出腹蛇来 他们的网不能做衣服 他们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 他们所做的是罪孽的作为 他们的手里满是强暴的行为 他们的脚奔跑行恶 他们急于流无辜人的血 他们的思想都是邪恶的思想 他们的行径全是破坏和毁灭 平安的路,他们不认识 在他们的行径中没有公平 他们为自己使道路弯曲 行在其上的都不认识平安 因此,公平远离我们 公义赶不上我们 我们指望亮光 不料却是黑暗 我们指望光明却行在幽暗中 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一样 我们摸索如同没有眼睛的人一般 我们在中午跌倒 有如在黄昏跌倒一样 我们在肥壮的人中 好像死人一般 我们都咆哮如熊 悲鸣像鸽子 我们等候公平 却没有公平 指望拯救 拯救却离我们很远 因为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 我们的罪作证控告我们 我们的过犯与我们在一起 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孽 就是背逆 否认耶和华 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 说欺压和背道的话 心里怀着谎言 随即说出来 公平被迫后退 公义站在远处 诚实在街上跌倒 正直不能进入 诚实缺乏 远离恶事的人反成为略物 耶和华看见了 就看这为恶事 因为一点公平也没有 他见无人行善 无人带求 就非常诧异 所以他用自己的绑币 为他施行拯救 以自己的公义扶持他 他穿上公义的铠甲 戴上救恩的头盔 穿上复仇的衣服 披上热心做外袍 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 施行报应 把烈怒降与他的敌人 把报应加给他的仇敌 向众海岛的人施行报应 这样 人从日落之处 必敬畏耶和华的民 从日出之地 也必敬畏他的荣耀 仇敌向河水冲来的时候 耶和华的气 必向他催逼 必有一位救赎主 来到西安 来到雅各家中 那些转离过犯的人那里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至于我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 我夹在你们身上的灵 和我放在你口里的话 必不离开你的口 不离开你后裔的口 也不离开你后裔的后裔的口 从现在直到永远 这是耶和华说的